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段时间去打工跟我工作的这几个工作伙伴吧 第一个呢就是在小博书上给我发工作邀约的这个人 那叫丹丹丹丹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现在呢就是自己还有一个公司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女孩叫Karen 她呢是在美国读的法律 现在是游医师 然后第三个呢是胡建大哥 比方之前他是在日本后国黑道 然后现在呢 反正获名其妙的就跟我们就是在一起 就人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就我们三个人就是女性背景都不太一样 但是却能聚到一起啊 共设了这么几天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些事情给大家分享出来 那首先说这个丹丹丹丹丹丹最让我吃惊的就是 就如果他不说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我也看不出来 因为他整个这个状态身材都非常好 就是他经历特别特别的旺盛 电话从早上打到晚 然后协调所有的工作 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一会儿 就然后语言都够就是完美的切换 然后似乎还不会完 特别是他跟我说过就是他在家干了十多年 就是都在做家庭主妇都在照顾孩子 但是他现在呢只有自己的公司 我觉得特别神奇 当我看到丹丹的时候 我就在反思自己 我就在想 我为什么当初没有生孩子 没有结婚 就是我的恐惧在于就是没有人帮我带孩子 我的恐惧在于婚姻会把我锁住 可能把我锁很长时间 我要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 还有我之前积累的这些资产 我都要不到婚姻 还有这个孩子身上 但是我看到丹丹之后 我就看到另外一种人生 就是即使他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但是他一样可以再跟外国人做生意 跟中国人做生意 一切在他身上为什么都这么easy呢 但是对我来讲 这些事情都是千难万难 首先养孩子就很难 其次做生意赚钱也很难 就我觉得非常难的两个事 他竟然都能轻听命对 轻松解决 这是我觉得他特别神奇的地方 但是也许我觉得 他是我的一个人生的范围 就是也许我能努力 我也能和他一样 当然我不可能像他一样生四个孩子 就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玩命生 我觉得也就是能生一个 而且也就有冷戏能生一个 我还是非常就是期待 有一个婚姻 然后来丹丹丹的孩子的 就特别是我来到欧洲这边之后 因为欧洲确实是比咱们这边 就是经济多发展的那么 十来年 十来几十年 所以他们这边呢 对于就是男女两性的这个关系 就有特别多的形态 就包括共同育儿这个事情 他们也是已经就有很多的范围的 两人可能不结婚 但是有一个孩子 然后共同抚养这个孩子 或者有其他的这种 就是男女相处的这个模式 所以这个等于说 我在国内可能没有见到过 这么多的模式 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 我可能只能选择婚姻 或者不选择婚姻 我没有勇气成为一个单身妈妈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 可能就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会成为单身妈妈 我觉得孤独中老 这个都不算什么挑战 因为每个人都会孤独中老的 真的我们真的是赤条来 然后又赤条条去 你即使儿孙满堂 你能确定你在老的那一天 你所有的儿孙 就是都能陪伴着你吗 还有就是你跟他们对话的时候 你能保证你的是同体对话吗 所以人都是为孤单的 特别是如果你特别长手 你把你所有的朋友都熬死了 都送走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寂寞呀 所以就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们只是就来攻击这些 现在还没有结婚的人 说你因为工作中老 但是说这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人生 有没有想过人类的这个命运 也许就是这样吗 单单和我遇到的 所有的聪明人都一样 这种聪明人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无论身在各方 无论做什么行业 他都用力 即使说他在家里面待了十年 做了十年的主妇 但是他能够眼光读到的发现商机 这种能力一般没有 但是也确实是单单受很好的教育 而且呢 就是他眼光非常好 选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公 然后呢 跟他共同育儿 我觉得这种足够吧 就是我们 我们的好多女孩子都在想啊 就是让那个老公 给自己多多少钱 哎呀 就是钱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其次 因为你自己也可以赚钱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 能跟你一块儿育儿 能和你一起去共动难关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优秀的一个优质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所以可能单单非常聪明 他的聪明也让他非常幸运 所以对他来讲 在家待十年无所谓 老娘待了这十年 我还是能叱咤风云 还是能闯出自己的一条路 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能够打倒这种人的 单单之后 我觉得我的人生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愿意跟单单这样的人做朋友 再说去Karen Karen其实是个老乡 也是哈尔滨人 哎呀 你说能在国外学过法学 这得学习多好啊 肯定是个学伴嘛 所以Karen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而且现在还能在美国当务师 哇 我就喜欢聪明人交朋友 跟他们聊天 就感觉到如梦春风 我有一天跟Karen 就是说那个 说大学的事嘛 我说那个 我们上网课啊 有的时候 我的这个同学 还要出去上班去 跟老师说 我先走了 我要去上班去 我把这个好几个同学 好像是边上学 边工作 也不知道意大利 这边怎么怎么回事 怎么 当个餐馆服务员 还需要一个硕士学历啊 也不知道他们咋想的 还一边在大学里学习 一边还要去上班 多累 然后呢 他说 他说他在上大学院的时候啊 他的有些同学 都是带着小宝宝来上课 就把你小宝宝放一个篮子里 然后放在教室的一个地方 然后上上课呢 跟小宝宝就饿了 哭了 他就要去喂奶 然后 就是可能这种现象太常见了 所以说教授 对这种情况也是见怪不外 然后还会也在课堂上去提问 你个小宝宝 哎 小宝宝 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啊 所以我是觉得 就跟Karen聊完之后呢 我觉得 就西方大学 跟国内大学 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国内呢 我们想上个本科呀 或者研究生 要参加高考 或者考验的考试 但是这两个考试都太难了 可能你要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准备这个考试 但是在 比如说你来意大利 公立大学上学的话 那就不用去参加什么 就特别高难的考试 它这个门槛还是比较低的 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门 永远是向求证的人敞开的 没有什么年龄限制 只要你想学习就能来学习 但是如果就是 去申请美国的学校的话 可能就另外一个逻辑 那美国的学校可能 他考察的唯独 就并不是 你这个人用秀 所以我要吸纳你 他可能还有一个隐形的 第二个考察的逻辑就是 你这个人能为我们学校带来什么 所以你看就是 好多人就是通过专缓 或者其他一个什么形式 去进入美国的这个学校 就逻辑有点不同 就是 但是我是觉得 跟国内的这个 上大学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 所有的大学啊 就都是能学校知识的 再说第三个人吧 就是胡建大哥 我觉得这个全城 所有的笑脸都在 这个大哥身上 就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 就是性格不同 背景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大哥是这里面 唯一的一个男性 然后呢 所以他就比较照顾我们 这些小妹妹们 因为我们每天啊 是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劳动 然后呢 我们还在一个公寓里面 所以就是交流的机会就多了嘛 然后我们就渐渐知道了 大哥的身世 大哥这个人了不起啊 大哥啊 现在是生活在美国 之前曾经在日本 还生活过十来年 然后呢 还在国内呢 做过企业的高货 现在呢 在美国是干啥呢 做代购 大家不要看不起代购 人家是大代购 人家身上都揣了几十万美金 去买货 人家出手一次 那北上网能买半头房的那种 大哥不是胡建人吗 所以 他说话有一股 下一股会儿 怎么说呢 就跟我们这几个 小妹妹在一起啊 就他可以在各方面都碾压我们 比如说财力上 智力上 精力上 就是都比我们要高一点嘛 但是 他也不是什么都懂 比如啊 他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年 但是 他不是说英语 所以在这呢 就是 他要干一个什么事呢 就必须得有我们三个中的一个人 去陪同他 去干这个事 特别是我 我可以作为他的生活小助理 因为我毕竟还懂一点意大利语嘛 就有一天呢 就是我们要去租车嘛 单单有事都没去 然后就让我陪着大哥去 意大利这边租车的那个流程 好长好长 就一直让你等着 然后就没办法 我们大哥去聊天呢 东扯西扯的 然后大哥呢 还主动发问的说 哎呀 戴莲啊 我就是跟你一块出去逛街 我觉得我不占优势啊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俩身高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呃 在视觉上啊 如果就是男女身高一样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女的稍微个儿高一点 就我就这样了 就我就看起来比他高一点 我说大哥 这个你不用担心 咱们俩一块出去 大家一定会觉得 你特别有钱 然后大哥笑而不语 然后头两天早上呢 我都看大哥就吃面包的时候 都往那个面包上涂那个 也不知道这个啥 我说那啥 他说那点黄油 然后他就给他就吃了嘛 但是我不吃黄油这个东西 我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吃早餐 我都不是一定要吃那个东西 我吃不管 然后呢 有一天呢 单单就要用那个黄油去煎牛排 我就给他找嘛 我就看大哥 就是早上吃的那个 就是蓝色的那个小包装 我就给单单了 然后单单啊 就作为一个大厨 他非常负责的去检查食材 就我递给他的东西 他也得过一遍手 去检查一下 然后他就闻了尾 说不对 这怎么不像黄油啊 然后他就尝了尝了 说这怎么 怎么像奶酪呢 我说不能 这个大哥那个早上 都用这个 磨的面包上吃的 然后他说那你们好看啊 这是啥 因为他们都不懂家语 只有我懂 那你看呢 我一看 我以前不是经常看 那个意大利的美食节目吗 我一下就看出来了 上次写的是酵母 大哥天天早上在吃酵母 我的天哪 是不是胡建仁什么都吃啊 当时就好震惊 但是大哥呢 就这样 大哥他就是 因为比我人都大嘛 他有点那个 好为人吃 他老劝我要结婚 说那个 都是人生经历嘛 说那个 你一定要经历一次 我说找找合适 然后再经历啊 我不可能把人家当公聚人 就结婚 然后就把人又甩了 我说我做不到 做不到这个事 但是呢 大哥老跟我说 要结婚 要结婚 要凡死 跟他紧的咒似的 然后我说 我自己的话就好了 我摔眼子又走了 然后大哥也很失趣的 后面几天就给他说 然后那个 Karen 他说那个 就是 大哥身上看好你 就是 你要不去美国 给他当于主播吧 你就转学吧 转到美国去 转不了 等于重新要再度一个学校 意大利这么多帅哥 我得划两个 去美国我还怎么划的呀 那么多小妖精呢 就划不着了 然后Karen说 我打算再来意大利一次 然后差不多两个月之后吧 你那个时候 能不能把这个意大利语给练好啊 你能不能让我无障碍的 在意大利语游啊 我说你现在有障碍吗 你现在看着我也没有障碍啊 我说 我可不是什么人类 你这点个零零 你还指呢 我说对我当然要指 我不编织 我不编织 我这什么时候配音啊 就怪嗖 怪嗖 怪嗖 不是不行 你要点零零的话 你就把那个冰激人的名字 你都说回来 这才叫你真的懂意大利语的 所以下次 两个月之后 在见到你的时候 你能够跟意大利人 要有利的话 你知道吗 这样你才能带我去 佛德下去玩一玩 去那个喝个咖啡啊 去泡个酒吧啊什么的 那我说 那我刚刚保证 那我妈都没管过 我意大利语学的好不好呢 怎么你老管我 我说一个你 一个大哥 然后大哥老劝我结婚 然后你呢 他老劝我这个 去学意大利语 老铺是我 你们俩这人 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就让我的义无 他已经感受到了 家庭的寒冷 不过我跟他们相处的这几天 还是度过得非常非常的愉快 我学到很多东西 从他们身上 他们也有不同 但是也有副方 他们呢 每个人也有自己的 这个社交账号 或者直播账号什么的 如果大家想买衣服 我偷偷地把他们的账号给你们 然后我呢 给你们申请个什么 五元代金券啊 试验代金券什么的 是不是 你们就可以买到很多 就是美国呀 包括意大利这种 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衣服 哎呀 我这也开始做买卖了 不会是帮朋友啊 其实我这个视频 都是希望大家不要太焦虑 就是每个人的人生 可能都是不同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梦想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 下一个视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意大利人相处的这些 有意思的事情吧 好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小小